几个月前我心心念念的一份工作面试失败了 回去了路上收到后本的消息 我以为她是来关心我的面试 曾想措辞让她别太担心 结果 没事没事 对她抱有期待本身就是我的一种过错 接下来她每隔一分钟就短情轰炸我一次 问我还有多久 心情更不爽 我出了地铁走了几步 感觉有点不对劲 好吵 一个人吗 我去你怎么在家 这不是为了等你吗 你死鬼也不早点过来 出来这么久还骂我 我刚才忍了好久 她一直在对我说 快吃我快吃我 我忍了很久 我还是忍住了 那个位 你说呢 你说 这个后本啊 有时候还挺好